最有天分那个人 可是他应该是那个最努力的人 我就看过 有一次我在金融奖后台 就看到他暴瘦 然后晒得好黑哦 然后理个小平头 我说 他说他这新造型不能曝光 那时候他在拍斯卡罗 对他就是为戏 然后瘦身 然后之前也是为了拍戏 然后增肥 对 对我就 就是演员已经做到这种程度 就是说 他的努力是大家看到的 对 好现在看到这个画面 刚刚跳到 就是那个李安跟吴康荣 用抱在一起 那时候好像是金马奖的后台 李安还称赞 就是吴康仁就是很厉害 可以继续维持下去 所以那时候吴康仁 就是拿着影帝就很激动 然后也很感谢 那个李安又给他这一个肯定 虽然真的也是拍过 很多很好的电影作品 不过我就很想要知道 没有经纪人 到底对一个艺人来说 是好还是不好 其实你就常看到 他自己跟Lin的西装 然后就很匆匆忙忙的 然后就赶到电视台 或到录影现场去受访或什么 然后我就常问他说 你好歹你也请个助理吧 他连助理都没有 对啊没有啊 然后自己是开玩笑说 这个钱不要给别人赚 其实不是啦 就是说他觉得他自己可以处理 就是他OK 然后比如说有时候装法 可能对方制作单位 或什么会帮他处理 然后他只要去过滤 这个节目要不要接 这个广告要不要接 然后这个电影要不要接 他自己他觉得他自己去看这个角色 他自己比较清楚他要或不要 对啊 而不是透过别 那我觉得如果他今天 照我刚刚看的我朋友 他们告诉我说一心于乐的回应 就是这样 就是说真的有接触 那只是目前我觉得 他们就先上发笑嘛 是 不宜马上公开 对 因为这种就是要试一下水温 然后还有就是说 我觉得也有人在看嘛 就是说为什么这个消息会提早曝光 然后或者是说让 就是有一点要让人家 对发笑 大家觉得是不是有点奇怪 对就可能有些人也想说 看看他到底能怎么样啊 弄心情吧 我觉得 所以大陆应该也是在试水温 可是其实一心于乐旗下蛮多 台湾艺人对不对 其实一心于乐是在大陆 蛮有规模的一个经济公司 虽然蛮好的一家质感的公司 然后他也对台湾艺人很有兴趣 欧阳娜娜 赵又婷 陈昊生 其实都是他们家的艺人 赵又婷 而且在大陆也发展超好 是是是 都签给他了 然后 你看欧阳娜娜也是他们一手捧起来的 对 所以我觉得 也没有什么不好啦 对啊 好啦 但正在我们的立场 我就觉得说 以后要看到吴康仁 好像会有点难 他就是可能变成 他一直飞来飞去吧 如果也是 有在大陆拍戏的话 就变成是空中飞人 但我们就期待 康仁哥可以借由 就是应该算是八九不离十会到大陆了啦 就期待会更多有更好的作品 那当然呢 吴康仁下个月还会去釜山音展 出席那个亚洲内容大奖 而且他是跟那个许光瀚两个PK啊 神仙在打架啊 对啊 其实许光瀚也在大陆发展啊 也参加实境节目啊 可是就不会被人家批评 对 我就觉得有时候树大招风嘛 大家会想说 就是看你怎么样什么的 但我相信吴康仁也是一个 自己知道自己在干嘛的人啦 对啦 他的个性是比较 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对对对对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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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